Hello 各位大家好 又到明德中醫的直播 在我身邊除了有梁威夷醫師之外 大家看不見到還有誰 還有我蔡子明醫師 今天我們的主題先講主題 就是脫頭髮的迷思 因為我們都答應了大家 一定要多些跟大家做多些中醫的直播 等大家在上班的時候 未必上班的 偷偷地看 上班也可以 或者真的在網上 在找一些關於這方面的資訊的人 都可以多些不同的資訊可以聽聽 聽聽中醫說脫頭髮那件事 很多人會說脫髮 其實可能很多的男士 不僅是男士 女士都可能有這樣的問題 梁醫師本身也是專於苦方 痛症或者其他不同的內科治療都有 中醫美容方面也是 但我們今天講到脫髮的時候 梁醫師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人 比較年輕就已經開始有脫髮的問題 比如說已經開始有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的男性女性都會有這個脫髮的問題 已經去到我們的年紀已經開始有了 但是眼見一切醫療都不錯 我們的年紀是怎樣 就是差不多的年紀 就是二十幾歲的年紀 都可能會有 是啊 所以已經開始年輕化了這個趨勢 所以我遇到比較多的年輕病人 開始要看這個問題 尤其是女性越來越多 就是可能有很多人會覺得 男性啊 地中海啊 或者是一些M字壓比較多 為什麼女性都會有呢 但是現在我們女性都開始 就是工作型 亦都開始很大的壓力 所以也都會有很多的一些脫髮的問題 現在鏡頭下 我們都算有多 都遮得挺好的 我覺得女性是不是 男性當然很容易可以看到 男性我們說M字壓得很厲害 或者真的有地中海 頭頂啊 後面你會看到 那有一些女性 會不會是 雖然她有長頭髮遮住 但是你都會看到她 比較上稀疏一點的狀況 是啊 比較上是前額這些位置 尤其是我們分界線 很多呢 因為我們女性都喜歡分界 三七分界也好 中間分界也好 在那個分界位 就是最稀疏的 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長期 可能已經是十年或以上 分同一條界 就會有很多這些問題 十年或以上分同一條界 所以我本身 我整頭的 我的宗旨就是 我以前會有人試梳 現在大家看到 我是梳向這一邊 有時候 我以前會有人試梳向這一邊 有時候 試梳七三 我今天這個是八二 如果大家可以看一個比例 有時候試梳九一 所以我的界永遠都不同 是啊 你這樣做得很好 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是分A邊界 但有時候 女生流行九一分界 ABC頭 這樣就會 有時候分不同的界都會好的 就是因為可以改善我們分界的情況 讓它不要長期一邊受力的時候 就會是中間的位置比較疏 但其實頭髮又是關於血事的 所以 就是這個 中醫裡面的看法 中醫對於頭髮的看法 所以如果你的氣血本身已經不足夠 那你怎樣有多餘的事情 對於很多女士會黏住的症狀 譬如說 月經過小 臉色蒼白 或者頭髮氣梳 這些其實我們說 嗯 比較上血虛 我們可以不單止是吃一些 河手烏 或者是女精子 而是回頭去補血的那個方向去 就是未必是補肝腎那方面 對 一定要了解一下 原來脫髮的症狀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什麼原因去造成 譬如很多不同坊間 就是最常見的那些 就是醫治那些脫髮的 一些坊間的偏方 有什麼阿蛇吃 喂 打些黑芝麻來吃一下 那些人會這樣說 是 黑芝麻也是一個 算是補肝腎的一件事 不過那個力度當然不及中藥那麼高 而且不及我們 中醫師開出的形狀那麼好 所以其實 剛剛梁醫也說 有很多種不同的狀況 譬如你真的血虛 吃黑芝麻當然是不足夠 是吧 所以就根據不同的狀況 我們真的有需要 找回中醫師來調理 但是梁醫會不會說 有很多不同的 脫髮的狀況 會分為一些不同的類型 好像你 我們剛剛吃飯的時候 我們剛剛吃飯 其實剛剛吃飯的時候 梁醫你也會跟我提到 有些什麼可能會柔性多一點 是的 因為有些人 比較柔性一點的時候 也都會容易脫髮的 這個就未必是因為血虛 是因為它頭皮狀況的問題 有機會我們要用一些中藥的外膚 去減少它油份的分泌 是的 這個方向才可以對症下藥 而不是所有脫髮你就吃何手烏 這樣就不是的 我們一定要找回那個原因出來 才可以 是 比如說有些頭油比較多的 它會有頭瘡的問題 它也會不單止是脫髮 可能會提早白髮等等 因為它頭皮不夠健康 所以我們也要盡早去處理 如果我們二十多歲的時候 發現這個問題 就要找中醫師去處理 是 沒錯 尤其是覺得頭髮的稀疏 或者男性地中海那些地方 比較上嚴重的時候 更加要注意 真的不要自己 我以前真的聽過有些病人 他真的可以自己試偏方 例如薑汁塗頭 塗到整個頭紅了 很危險 很危險 其實真的 而且反而會有很多不同的反效果 是的 真的要小心 所以我們頭髮的問題 就一定要向一個正確的方向去做 比如說我們也會針灸去幫你生頭髮 針灸方面 我們會用一些茴花針 還有一些穴位的針灸 去鞏固你的腎氣和中氣 其實沒錯 就是好像我們 你單純說 比如醫腰痛 有時候可能是局部的氣血 不太疏通 導致腰痛 其實頭髮有時候也是一樣的 可能我們頭部經狼不疏通 有些人會引起頭痛的狀況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出現一些頭髮的問題 也都是有可能的 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 正如我們所說的 很多種不同的狀況 可以導致脫髮這個問題 希望大家今天 聽了我和梁依的講解之後 了解頭髮多一點 我們在這裏跟大家總結一下 先總結 先講大家要Like我們的page 和Share 這是很重要的總結 是的 第二就是Like哪幾個page 首先第一 梁慧兒中醫師的page 梁是姓梁的梁 胃是胃則難心的胃 胃是胃則難心的胃 胃是儀態萬千個胃 梁慧兒中醫師 另外蔡子明明菜的facebook 和我們明德中醫診所的facebook 都非常之歡迎大家多些去Like 另外要總結的就是 頭髮方面 我們中醫對頭髮的看法 發為血之餘 所以大家要留意氣血的狀況 也需要 脫髮有很多不同的肌理 譬如我們剛剛說到中醫上的肌理 真的有肝腎不足的 肝腎裡面也分很多不同的肌腹 遲些可以再跟大家說一些關於神的事 神好像上次我們神規說了 我們很喜歡說神 很喜歡說神 但你看看 對於頭髮來說 其實神也是其中一種原因 還有一些是 譬如我們所說氣血虛 或者真是局部經狼疏通 甚至是我以前看過一些的症状 其實肝火比較重些 我們有一些疏通的 一些疏通的 一些思路的中藥 方劑 開了病人的時候 一樣好 所以有很多種不同的肌理 大家真的要少些 去試那麼多 坊間的偏方 如果不是 延誤了治療 那就要小心一點 是啊 我們可以趁這個時間 雖然我手指遮了一點 我見很多不同的人加入了 首先歡迎大家 有些人問了一些問題 有人說今天很驚喜 又見到你 蔡醫 因為你都知道 我今早做了神型人 很早跑步 回來做直播 我覺得多些做直播 多些不同的話題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跟大家推廣中醫 告訴大家 中醫怎樣看一些問題 也有朋友說 加油中年男子 開始發頭髮稀疏 亂吃忠誠藥 你一定要叫他們看多次 我們這個重播 真的要小心 很多不同的病人 都是吃了有反效果之後 自己亂吃藥 吃了有反效果 才死死氣來找醫生 其實很多時候就延誤了治療 我們一定要對症下藥 而不是浪費了一些心機 去吃一些不對的東西 一定要對應身體 我遲些都應該會出一個blog 講解脫髮 或者各種頭髮問題 因為始終有很多類型的方向 都可以治療到頭髮的問題 沒錯 我們稍後會在這個post上 除了有這段直播的重播之外 亦都會有良醫 接下來的這一篇關於頭髮的blog 它的延伸閱讀 大家一定要緊貼著我們這個post 非常之多謝大家 今天收看我們的快閃直播 日後我們會多些這樣的快閃直播 有時可能預告一下 大家在預定了上班哪個時間 可以偷走到廁所 看我們的直播 也是可以的 10分鐘 你摸大便去廁所 10分鐘 就是為了看大便 一直摸大便 一直看中醫 是不是很開心呢 我們今天都很好 講了一些真的正題 不像上次那樣 有些閒聊式 有個話題的 歡迎大家再次在下方留言 告訴我們你想聽哪方面的 一些關於中醫上的話題 讓我們都可以預備一下 跟大家講解這方面的問題 再一次歡迎大家 like我們的Facebook 兩位而中醫師 明得中醫診所 和蔡子冰冰蔡的Facebook 下一次我們再和大家見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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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